我們的上課講義啊 把他放在這個最下面這裡 大家應該都已經點開了 好 那個lesson1這裡 第一堂課你就點開lesson1 那第二堂課你就往下點 那我們全部都公開在線上 所以你可以預習 那這個右邊會有那個 我們去年的教學錄影這樣子 那如果這個 大家想要預習的話可以先看這樣子啊 那這個課確實難度是稍微高一點 這個大家可以參考一下 好 那我們來這個 我們來這個 看一下我們這堂課最重要的部分 這個 我們首先我們先來開始學習一下 怎麼開始使用這個語言啊 大家RStudio在這個畫面嘛 這個畫面 左邊 左邊是你的這個 就是打指令的地方 我現在在這邊隨便打一些指令 你覺得我現在按enter 他出現下一行對不對 那我這邊打123 加456 我再按enter 他是會回答我一些話 這樣可以嗎 這樣看得出來吧 如果用筆電的話 可以自己嘗試一下 好不好 那就要123 乘456 好這個就是一個基本的計算機功能嘛 這樣可以嗎 所以這個 Control這裡 在這個部分 就是在我們打指令的部分 這樣可以嗎 好那我們先把這個開發環境 簡單介紹一下好不好 在右下角的部分 你可以看到file 這邊還有plot package help viewer 這個大家最開始的時候 只要停在file這個分頁就好了 在我們日後的課程 我們會一個一個去介紹 他後面的分頁是什麼意思 這樣子 plot大概你想的出來就是畫圖 這樣子 package 是我們要安裝外部套件所使用的分頁 右上角的部分 是我們目前有哪些東西 這個目前大家學不到 好 好那我們看一下我們的左邊這個畫面的左上角 這邊是不是有一個這個 這個這個 這個加號這個部分 點開之後你會看到r script 點開之後上面你會出現一個記事本 出現一個類似記事本的東西 我現在在上面打123加456 我打完之後啊 我現在按enter是沒有反應的嘛 因為這是一個記事本 這不是 你要打在左下角才有反應對吧 好可是啊 注意一下喔 當你highlight這一行之後 點下run 在這裡有個run 對不對 他就會出現在下面 好所以說 我們大家先到這一步好不好 就是 先把你的畫面開成四個 四個東西 那當然你這個 這個 這個file是可以把它儲存起來的 假如說你可以把它儲存在 這裡 假如說你可以儲存test 好那在這裡 你就可以看到這個test這個語法了 未來你要打開他就非常簡單 好我們先 花一點時間打開到這一步 打開這個語法之後啊 我們來看一下我們後面有哪些就是 需要學習 我們的課程講義都是這樣子啊 你只要複製貼上 他都會用好不好 複製 然後到這裡貼上 然後我們全部highlight起來 然後按一下run 他是不是每一行都跑出給我指令了 這樣可以嗎 所以我們的上課應該是 算 就是 如果你就算不是很會 應該這樣複製貼上 也是還可以啦 對不對 好但是 我們現在來看一下 這邊總結出了哪些規則喔 第一個 花虎優先嘛 這個簡直是廢話對不對 這個小學生就知道 我們的阿元也是這麼運算的 好第二個 指數我們要怎麼做 指數我們要用這個符號 這個符號怎麼打出來呢 在你的6的上面 shift6 shift6 那個符號 就是你要做指數運算 12的四次方 告訴我說是 20739 6 好接下來 exp 小括號2 這是什麼意思呢 exp是這個 自然指數的意思 好那2 意思代表我輸入了一個 自然指數2 那這樣就代表是 abcd的1 1的2次方 好來 來這裡我們要開始先介紹個東西喔 以後你在阿元裡面 你只要看到小小括號 假如說什麼東西被小括號包起來 並且這個小括號前面有一些英文 或者是什麼 我們都把這東西叫函數 在阿元裡面喔 所有東西都是用函數來驅動的 這樣知道嗎 就是 那這個 你把這個 你 那函數的這個小括號裡面 就是放入你的input 這函數可以是非常複雜 或者是什麼 就是 舉例來說你可以 那個函數 maybe是丟進一個資料表 那出來可能是另外一個資料表 根據它裡面的這個 這個內容去 裡面的這個內容去定的 這樣子 所以說你就知道 你只要看到小括號 你就知道 喔這是個函數 然後外面有一些英文 就是代表 喔這是什麼的函數這樣子 好所以那我們現在接著來看喔 sqrt 這是開根號的函數 這樣可以接受喔 開根號函數 所以這是 告訴我在求根號10 那接下來下一個 log3 這個log3 它出來了1.09 那我們會覺得很好奇 那它底數多少 欸log不是有底數嗎對不對 我們有指定的狀況下 它的底數就是自然數1 這樣可以嗎 那如果有指定 要怎麼指定呢 來用do.3 這代表 我要求底數為3的log3 這樣可以嗎 那如果我要底數為3的log9呢 我們再試一下 run 它是不是告訴我2 好這樣大概了解 它的input格式 大概長什麼樣子了吧 好這應該還是非常簡單喔 好那我們來看一下 就是這個簡單的東西 我們要怎麼做進階應用 就是在計算機 我們都有這個m這個符號 就是把東西記下來 對不對 可以接受喔 那我們在r裡面要怎麼把東西記下來呢 我們需要用x等於 我把這邊刪掉喔 x等於2乘2乘3 好這個是什麼意思呢 剛剛我們說 在r裡面你看到小括號就是函數對不對 我們現在要學另外的符號 當你看到等於的時候 代表你把右邊的東西傳給左邊 你現在知道x是什麼嗎 不知道對不對 x是一個新東西 我不知道我現在根本不知道x是什麼 但是右邊的東西我知道是什麼對吧 所以這等號的意思就是把右邊的東西存到左邊 並且包成一個某某物件 這樣知道嗎 好來我們現在runk下這一行 注意喔 右上方現在是不是什麼東西都沒有 我們按下runk之後 右邊是不是出現x 並且還告訴我x是什麼 x是12 對吧 那我要怎麼樣去把x是多少叫出來咧 我們可以直接打x 或者我們打printx 這樣我都可以看到x到底是什麼東西 這樣可以接受喔 好那x啊 他可以直接進行這個運算 主要說我現在想要計算x除以4 那就是3嘛對不對 我現在按下runk 好他就告訴我3 好這樣可以接受喔 所以說這個呃 我們現在runk裡面我們學到兩個核心的東西 第一個是函數 函數就是你在小括號裡面丟很多東西 那他就會產生出一個結果 那接著你又知道說 我可以把東西儲存成一個物件 這個物件啊透過等號來進行傳遞 把右邊的東西傳到左邊 這樣可以嗎 好那我們現在來做一個簡單的組合好不好 主要說x等於exp9 exp3 exp3是不是自然指數 這個就是以3為這個就是三次方 1的三次方 那這個我把它按下runk了以後 他是不是出現了x 是不是被換成了這個函數的輸出 好我現在再打下x 這就是函數的輸出 好大家要知道一件事情 這個r元啊他或者是幾乎所有程式員啊 他都是由這個函數跟物件來驅動的 簡單來講我們就是用很多這個函數的組合 然後把東西產出 然後他儲存的中間都是用物件的方式來儲存的 所有程式員都長這樣子的喔 好這是程式員基本的邏輯 好那我現在啊我們來再看一下這個r元 現在到目前為止跟計算機沒有什麼不一樣嗎 對不對 我們來看看他可以哪些地方比計算機更強 好第一個是我們再教一個函數 這是我們今天我們這一堂課教的第一個正式教的函數喔 這個以後我們會大量用到的 大家要注意一件事情 在第四課以前 我們教給大家函數不會超過20個 可是我們所有的 就是我們所有的這個 就是東西都可以用這20個函數裡面就做到喔 好不好那這個 這個c這個函數是我們第一個教的重要函數 這個函數啊他的功能是把所有東西打包成一個物件 這樣可以嗎把所有東西打包成一個 來 c 痘點12345 當我們現在不知道c這函數是什麼的時候 我們是不是看得出來這個小畫號裡面我輸入了五個元素 分別是1痘點2痘點3痘點4痘點5 這樣可以嗎用痘點來分割 這樣可以接受嗎 好 好我現在不知道他是什麼 但是我可以按run 按完run之後 我們再看一下x x是12345 代表是他裡面有五個東西 分別是12345 那這樣子的打包有什麼好處呢 第一個是他可以一起運算 假如說我現在按x的三次方 他告訴我是什麼 每一個數字是不是分別都三次方了 我如果打x除以4 剛剛我們是不是12的時候x有除以4過 他是不是直接回傳我3 現在每一個數字都被我除以4給print出來了 好這就是物件 如果我把東西儲存的物件 並且這個物件 物件裡面當然是有很多個東西嘛 這樣子他的效率就自然就比計算機來更快一點 好 兩個物件彼此之間也能互相加點稱除 大家現在應該能夠看得出來 這個x等於12345 y等於67980 所以y-x的話 就是每一個值相對應的做這個 做這個減法 乘法呢也是每一個元素相對應的做乘法 大家可以看得出來他的output 這是可以預示到的吧 可以預示到說這個數字應該是多少 2乘以7 3乘以9 4乘以8 5乘以10 好大家現在大家開始這個 除了這個我們學到物件函數 然後還有第一個函數c以外 在這邊大家要學到第一個最重要的事情是 我們現在必須要看著語法 我們有一點預示的能力 也就是說我們大概猜得出來 y-x 他的答案大概是長什麼樣子 這樣知道他的運算過程大概是什麼樣 我們腦中現在開始要有一些想法 如果你要有這個想法 你未來在寫函數的組合的時候 等一下我們在後面的練習題 會有函數的組合 你才有可能會想說 這個函數加這個函數 他的結果會是我要的東西 這樣大家懂我的意思嗎 好 那我們繼續來看 那到這邊為止有沒有人有問題的 通常到這邊為止大家都不會覺得有問題 都覺得很簡單 那我們從現在開始 我們要做一個基本的介紹 也就是說這個 我們要開始正式的介紹 R裡面所有的物件種類 好我們現在知道 函數有很多個喔 然後函數是用小括號驅動的 物件就是透過等號這個東西 把右邊的東西傳給左邊 那自然就形成了一個物件 對吧 那這個物件有分好幾種種類 他總共分三大種 第一種叫變數 第二種叫正列 第三種叫列表 那今天的課程不會上到正列跟列表 下一節課我們會上到正列 然後在第五節課的時候我們會上到列表 那我們這裡只需要先學習變數就好了 那變數是什麼東西呢 變數就是 我就跟剛剛那個用C這個函數 把東西組合起來差不多 簡單來講就是我現在同時有好幾個數字 或是好幾個整數 或是好幾個文字 我要一起把它存在物件裡面 那就是變數 所以變數是一個一維的 一維的這個 維度為一的這樣的一個物件 什麼叫維度為一呢 就是它的長度 要嘛就是假如說 長度要嘛就是15 要嘛就是20 要嘛就是30 或者是一個很大的數字 或什麼之類的 那物件 物件的這個長度可謂是負數 當然是不可以啦 這可以想像得出來吧 我裡面怎麼可能會有-2個東西 這樣可以接受 所以這就是一個 很多個東西合在一起的東西 我們通常數學上會給它另外一個名字叫向量 如果它的所有特性 就跟數學上的向量 意思是完全一樣 好 第二層第三層的東西 就比較複雜一點 像第二層陣列 它就有包括m乘n的矩陣 或是m乘n的資料表 只要說m個人 n個變數 這樣懂的意思嗎 也可以m乘n乘k 三維的陣列 好這個後面這些 我們下一節課再教好不好 列表就再更複雜一點 我們今天只教變數 那我們來看一下 總共有多少種變數好不好 這邊看起來有很多種 邏輯向量 整數向量 因子向量 數字向量 文字向量 看起來很多 對吧 那我們來看一下 A等於C True Force True Force True Force 就是邏輯值 這個電腦的最基本的元素 就是邏輯值 這樣可以嗎 好我們現在按下 RUN A等於True Force True Force 我們現在學習第二個函數 第二個函數叫class class這個函數 可以告訴我說 現在當下的這個東西 它是什麼樣的屬性 它告訴我 這是一個Logical Logical 代表是邏輯值的意思 那後面就是 這是一個邏輯向量 這樣可以接受嗎 好那我們現在來看一下 B等於12345 那classB 你們覺得Output是什麼 來我們現在來 這邊五選一好不好 12345 邏輯整數 因子 數值 文字 總共12345 來是1的舉手 好是2的舉手 3的舉手 4 5 都沒有人選整數喔 這個看起來不像整數嗎 第二個不是整數嗎 有人選數值 我覺得非常好好不好 來 結果啊 你會發現一件事情 class 喔 因為B我還沒有 B我還沒有打 好classB 它回答 Numeric Numeric是數值的意思嘛 對不對 對不對 那為什麼它不是回答 Integer嗎 為什麼 因為 1也可以是1.000 對不對 2也可以是2.000 3也可以是3.000 所以為了避免麻煩 它告訴我回答 Numeric好像比較好 對不對 這樣可以接受嗎 那我可不可以把它強迫轉為整數 可以喔 主要說我 sInt 等於B1 這樣我就會把B所有的元素都強迫它轉為整數 讓它變成B1 這一行看得懂吧 接著我再問它class 它就回到Int 好那我這邊問一下 這個大家一個問題好了 這個整數跟這個數值啊 對不對 這個有沒有人知道為什麼 要分兩個部分 要分兩個 這比較難啊 好不好 有人回答出來的話 我們就趕快登記加個1分 總成記加1分了 好321 好沒有 好沒有 跟大家講一下為什麼 這個就跟計算機基本原理有關啦 這個 如果我們在這個電腦裡面 如果我要儲存一個東西 我一定 我 主要說我要儲存1這個數字 好我們假設我們電腦 我們電腦 大家知不知道我們電腦的背後啊 都是這個0跟1組成的 主要說我現在有一串數 有一串 00001 0000 或者是 0010 大家知不知道電腦 所有電腦所有背後的儲存的方式 都是用二進位的方式去儲存的 好大家可能不知道 但是我現在就知道了好不好 電腦都是用二進位儲存的 所以你看一些科幻電影啊 他們這個 看到人家打程式 常常會出現 001啊 或001之類的組合 但是我跟你們講 沒有人程式那樣打的啦 好不好 整個程式都是 你們現在看到這個樣子打的 不可能有人去打什麼 001 那有多不方便啊 對不對 好那我們再來看一下 這個啊 這個是二進位的格式嘛 對不對 那二進位的格式 大家注意一件事情喔 如果我要儲存一個整數 我要儲存一個整數 在電腦裡面喔 大部分的電腦程式語言喔 他都是用32個bit 我們現在一個這個東西叫一個bit 一個bit 一個bit 這bit我也不知道怎麼翻譯啊 好不好 就是一個bit這樣 那用32個bit去描述一個整數 那他 的 他是不是總共只有 2的32個次方 各狀態 就是每一個東西都有是0跟 0或1嘛 對不對 所以他總共有 2的32次方 各狀態 這樣可以接受嗎 所以他的值域 他的值域就介於 就是 正的 2的31次方 到 負的 2的31次方之間 也就是說 我們的電腦啊 在R元裡面 就是 如果你沒有做一些特別的修正的時候 你的整數啊 只能夠 描述這個範圍內的整數 不可能 不可能超過喔 不過這個範圍其實蠻大的嘛 這個範圍大概有多大 我可以跟你們講一下 這個31次方啊 2的10次方 就是以前1024嘛 對不對 所以2的 這個 他相當2的 10次方是1024 相當2的 10的 3次方 對吧 所以2的31次方 大概相當於 10的9次方 大約啦 大約 所以這個數字其實是夠用的啦 超過這個數字以後 我們通常就會說它是無限大 好不好 在程式員裡面 超過這個數字 我們就沒有辦法運算了 所以你 必須把四大的數字放到這個值 你的數字如果太大或是什麼樣 你要把這個數字放到這個值語裡面運算 好 同樣的 小數 這個是整數嘛 對不對 那Numeric他有包括小數的部分 小數的部分 他 這個整數是 32bit 來儲存 小數呢 Numeric是用64bit 來儲存 他的前面32個數 就是在描述整數的部分 這樣可以接受嗎 那後面的32個bit 就在描述小數的部分 所以他最小刻度是多少 他最小刻度 是2的 三十 二 四方分之一 這樣可以嗎 他的最小刻度 就這樣子喔 雖然我看起來像是小數 一個很小很小的數 那個下面有小數點 之後很多位對不對 但在 正常來講 我們只能夠 我們只能夠 最小最小的刻度 是2的32次方分之1 沒有再更小的 啊因為小數沒有正負號嘛 對不對 正負號在前面被描述了 所以說這個 所以說這個 呃 小數他的刻度 是2的32次方分之1喔 好那這樣子 64bit跟32bit啊 他暗示我們什麼事情呢 他的儲存空間不一樣 如果我把一個東西用整數的格式儲存下來 跟用 Numeric的方式儲存下來 用Numeric的方式儲存下來 他的空間是2倍 這樣知道嗎 欸這個之後 你們再遇到比較大的數據的時候 這個 數據格式 對 你能夠儲存成整數 理論上你就應該儲存成整數 那你數據小的時候是無所謂啦 好不好 好這是基本的這個計算機的原理 好那我們來 現在來做一件事情 剛剛 as integer 看起來這是一個非常方便的函數對不對 我可以把整數 把它改成整數的格式去儲存 但是如果 他今天明明就是這個 明明就是這個 就是 Numeric 就來說 0.7 -0.9 1.2 -2.1 3.7 如果這個時候我強化成為整數 大家覺得 會變成什麼 我們現在來看一下答案好不好 001-2 3 欸 你們注意到他其實不是適捨五入喔 他是直接把小數的部分去掉 這樣可以接受嗎 如果你了解計算機原理你就會知道這是非常合理的 為什麼 因為他前面32個bit去描述整數阿 對不對 後面32個bit去描述整數阿 後面32個bit去描述整數阿 那直接把小數的部分去掉而已嘛 這樣可以理解嗎 這樣可以理解嗎 正負號還是真整座的部分了解 所以他是直接把小數的部分去掉 as integer 他就在做這件事情 ok那我們繼續來 這個d 我們用雙引號把它引住的東西 這種東西我們都叫文字 問他class 他說回答我是文字 這樣可以嗎 好那接著 如果 我們現在教最後一個東西 來我們現在回頭看一下 邏輯整數數值文字我們都學過對不對 剩下最後一個因子我們還沒學過 來我們現在來as factor as factor完了之後 你看d1 欸這d1是什麼東西阿 沒看過對不對 好來跟你們講factor是什麼東西阿 factor阿 他其實是這個類別變相 你們想一下 你們大家都研究所了嘛 你們一定上這個統計學 一定上過類別變相什麼東西 類別變相就是這個 假如男生跟女生阿 如果要描述一串 這個假如五個人他分別的男女狀況對不對 男男女女男這樣子 那他實際就是兩個類別嘛 對不對 兩個類別 然後分別是這個 這個男生三個女生兩個 對吧 那 這個因子向量阿 他儲存的方式 其實長這樣子的 我們來看一下 如果我儲存成文字的時候 寫這個 我男我就寫m好不好 m f female female male 我如果是這種方式儲存的時候 這個 這個方式不好 這個文字很難記憶算嘛 對不對 所以阿 這是 這是文字的格式儲存喔 那改音子的格式儲存的時候 他儲存這個樣子喔 來 m的話他可能會被翻譯成2 2 1 1 2 然後他下面再給一個 對照表 就是 1等於f 2 等於m 如果你把文字改成音質的時候 他自動會做這個操作 那 所以你可以看到下面那個 我們現在看螢幕 上面是不是 除了描述 abccb以外 下面是不是有levels levels abc代表的是 總共我們有三個類別 分別是abc 三個種類 這樣可以接受嗎 ok 這種儲存方式有什麼好處 第一個當然也是 省空間啦 好不好 這個方式是不是integer integer是不是省空間 那 這樣子 我只要描述上去就好了 這個文字 文字也是用64bit 的格式去儲存 因為文字總共有非常多種 你可能只有看到英文字母單 實際上還要保留 這個 各種特殊符號阿 中文字的一些彈性 還不只有中文字跟英文字耶 我們的電腦一般來講 可以支援的語言非常非常多阿 所以需要64bit才能夠去描述說 我現在是什麼字 這樣可以嗎 好 好 有趣的事情來啦 如果我把 兩個 物件 合在一起 主要說c跟d這兩個物件 合在一起 c是什麼咧 我們來看一下 c是numeric 對吧 是數值 d是什麼 d是文字 那我強迫文字跟數值 把它合在一起 大家覺得會變成什麼 應該會變成文字吧 對不對 因為文字不能變數值阿 但是數值可以被改成文字嘛 對吧 可以嗎 所以我們現在來看 1是什麼 1是不是這些數值上面都被加了雙引號 好 所以class1 就是文字 這樣可以嗎 那接著 我們來看一下 c1是什麼 c1整數 d1是什麼 d1是因子 好 我們現在來問大家一下 大家覺得 把c1跟d1合在一起 這個class1會是什麼 會是因子還是整數呢 沒有人願意回答 因為沒有人想要出球阿 對不對 沒有關係 來告訴你們 答案是整數 非常奇怪對不對 因子看起來好像比較大 怎麼會整數咧 來再想一下 整數因子是不是被改成那個樣子 因子實際的儲存格是不是長那樣子喔 那樣子只有包含自然數 對不對 比整數的範圍還要小 你只有1開始阿 1 2 3 4 5 6 7阿 絕對不會有負數阿 所以他的 他只有包含自然數喔 所以因子其實是自然數喔 好自然數知道是什麼嗎 知道 1 2 3 4 5 6 7 8 9 所有的整數正整數阿 包含0的正整數阿 好 那 你說那個coding book 那個1等於什麼 2等於什麼 那些information呢 就被丟掉了 這樣知道嗎 在這樣的一個合併之中 資訊就造成了一些損失 好 那我們現在這個基本的這個項量 我們已經學到了 我們來看一下 一些進階的操作好不好 舉例來說 我們剛剛已經學到了哪些 哪些函數 我們把學過的函數寫下來好不好 因為今天我們的 至少今天或者是明天 至少前四節的課程內容 對不對 我們永遠只會用到 我們教過的函數 我們不會用到我們 沒有教過的函數喔 我們 我跟大家講一下喔 就是 我們 就是這個學期 甚至下個學期 所有的課程 我只要沒有教過函數 就不會用到 那 你有沒有覺得很confused阿 就是 我現在面對這個問題 我有可能用之前的函數 組合起來了 告訴你絕對有可能 好不好 所有練習題 我會解釋給你們看 好 我們現在 交到第一個函數 函數一 這是有夠難寫的 函數一 C 好我們用小括號這樣的方式去描述 這是第一個函數好不好 第二個函數是什麼 class對不對 第三個函數是什麼 第三個函數 lens gth ok lens 問長度 好然後還有一些 4 我們4就是 s 點 叉叉叉 這個叉叉 就是你可以放 integer阿 也可以放 numeric阿 這之類的 這樣可以嗎 我們有學到這麼多函數 好不好 等一下我們還有再學習 為什麼我到第三頁 我要在這一頁 好等一下我們現在看到 當下我們就看到另外一個函數了 Levels ok 你今天用函數很有限阿 大概就這幾個而已 好來我們來看一下 首先我們D1這個東西 它是一個音子對吧 那音子我們剛剛學到了以後 它是不是有一些特別 非常特殊的屬性 就是它有Levels對吧 我要怎麼知道它現在有幾類 哪些類別 Levels這個函數可以幫助我們 這樣可以吧 好我們首先 我們先來看一下 Lens這個函數 就是Lens這個函數 告訴我們 當前的 向量長度為多少 然後我把當前向量的長度 傳給N這個物件 代表的是N現在是儲存有幾個嘛 對不對 告訴我N是多少 N是5 為什麼 D1本來長度就5了嘛 大家看12345對吧 好那我現在 想看它有哪些類別 我用Levels這個函數 給大家看一下 Levels這個函數 回傳的就是 Factor這個 Factor物件裡面的CodingBook 好我們看Categories Categories總共ABC三個物件 好如果我今天 手上有一個因子 向量 那我想要知道它的類別數為多少 我不是想知道它有幾個類別 我想知道它類別數為多少 我們應該怎麼做呢 欸我們可以把 這個 我們可以先用Levels這個函數 把它的類別 把它儲存出來對吧 把它儲存出來以後 現在這個東西是什麼 來我們可以看一下 這個東西的class是什麼 是不是一個文字向量 這個文字向量 我要問它的長度 是不是就是原來的類別數 好所以我先Levels再Lens 其實就是 其實就是 告訴我這個因子的類別數為多少 這樣可以嗎 先 先Levels再Lens 這個意思 它回答我三 這就是總共有三類對吧 這樣可以接受嗎 這樣可以接受嗎 如果你直接把 這個括號 直接放到這裡面來 這樣意思一樣 這樣可以吧 就是先做Levels 再把它的結果 直接丟進Lens這個函數裡面 好 所以函數是可以組合的喔 函數跟函數彼此之間是可以組合的喔 好大家知道 大家這樣就可以了解啦 我們之後就是用這些函數組合 然後變出很多花樣啊 這樣可以嗎 好那我們 接下來再交一個 特別的函數 這個函數啊 這個東西我們不要加到函數 因為函數我們現在已經定義了 就是它都是由這個小括號組成的嘛 對不對 我們現在來交一個東西叫所印 所印啊 所印都是用中括號來描述的 什麼意思呢 我現在啊 想要叫出 因為我們現在的物件裡面 會有非常多東西了 對不對 我想要叫出這個物件裡面的 特定位置的東西 我就要用到所印這個功能 所印這個功能 所印這個功能要怎麼做呢 來我們來看一下 Y等於67980 好現在 我問Y然後中括號1 這樣就告訴我 Y的第一個東西是什麼 他告訴我是6 好那我同時要第三個跟第五個東西 那我要怎麼做 首先我要先把3跟5打包成一個 新的物件 再把這個物件丟進 所印裡面 這樣我會告訴我是9跟10 這樣可以嗎 9跟10這樣 那我如果問他6呢 大家覺得他回答到什麼 N呢 沒有這個東西 這樣可以接受 好那我們再來看一下 還有個非常特殊的用法 負1 我們有負1的所印嗎 沒有啊 所印值裡面一定是正數啊 正整數啊對不對 怎麼負1這東西咧 欸 原來是告訴我不要1啊 所以負數代表什麼 不要什麼 這樣可以嗎 負數就是負面錶列喔 負 好 C 負3 負5 這代表什麼 不要3也不要5 剩下給我秀出來 678 這樣可以接受喔 OK 來 我們可以利用所印函數指定某個位置為output 這件事非常重要喔 我們等一下練習題會用到這些技巧 Y7 第七個 Y的第七個位置等於3乘5 注意喔 現在的Y 現在的Y是不是 67980 第六個數是沒用的嗎 對不對 我現在直接指定第七個數為3乘5 所以現在的Y是不是第七個數被我指定成15 第六個數自然就是不知道是什麼嘛 NA 這樣可以接受嗎 好 如果 該位置已經有了內容 已經 原先就有內容 主要說第三個數它本來是9嘛 對不對 我 強迫它 我再打這段指令 就是去覆蓋它 強迫它等於-1 這樣看到了嗎 好所以說 我們再來看一下 所以也可以這麼操作 這個操作是什麼意思呢 就是 我的右邊啊 我的右邊也可以是1乘2 第一個跟第二個數加起來等於第三個數 第四個數乘第五個數加起來等於第六個數 我再做一次 好 最特別的是 我可不可以這樣寫 大家覺得我可不可以這樣寫 我們試一下 再看一下Y 可以對吧 我們再做一次這行 可以 所以說你要知道一件事喔 在等號的右邊 它會是一個暫存的狀態 等號的右邊是一個暫存的狀態喔 它經過運算之後 它就把它運算完之後 再把它填入左邊喔 所以這樣的寒數 這樣的語法是合法的喔 不然的話它應該會陷入個無限的地毀對吧 所以 所以 等號的右邊是一個暫存的狀態 它用當前的狀態做一些加減乘除 狀態是不會改變的喔 然後再到左邊去 這樣知道嗎 所以如果我要不斷的修正某一個數值的話 我是不能夠 我這樣寫是要寫很多行 它是要一直被修正 這樣可以嗎 好那我們現在來做一個簡單的 這個學習好不好 就是啊 我們現在請給我一個整數向量 這個整數向量啊 第一個數 前兩個數分別是1跟你的學號的尾數 你的學號尾數是什麼 我不知道啦好不好 那我們這邊舉個例子來講 是1好了好不好 那如果是1 1 那你第一個數跟第二個數我指定完之後 第三個數等於前兩個數相加 第四個數等於前兩個數相乘 第五個數前兩個數相加 第六個數前兩個數相乘 依此類推下去 請你給我七個數字 你不要用手加好不好 舉個來說我 x等於1 你千萬不要做這件事喔 你就自己算一下 1加1 2 2 第三個數 第四個數 1乘2 2 4 8 然後相加 對不對 這個4加8 12 你不要幹這種事好不好 我希望你們不是幹這種事 我希望你們是怎麼做咧 我希望你們是怎麼做咧 這個鎖引值 這個東西來進行運算 就要說x3 他等於x2 加上x1 好這樣子 這樣x就會自動變多了嘛 對不對 把他有效率的整理下來 並且 注意件事情喔 如果 你夠聰明的話 你會發現一件事 鎖引值裡面可不可以放物件 鎖引值裡面可以放物件對不對 對 所以我是不是可以把它改成 i等於 1 i加2 i加1 i 這樣我等一下複製貼上的時候 是不是比較方便 我是不是只要這樣複製 然後改i就好了 這樣可以嗎 當然你還要改成號啦 好不好 這樣可以了解我的意思嗎 好我們現在簡單的給大家練習一下 這個題目大概5分鐘 給大家練習一下 喔我剛剛忘記太錄影了 不過沒有關係啦 那個 反正我們那個 前面的課程就有了嘛 對不對 那個 還有去年的錄影可以看 喔好 那這個 x等於這個 他這樣子的方式 可以把這個 大於2的部分print出來嘛 對不對 好那我現在假設要 介於3到5之間 介於3到4 就是介於 這個要怎麼下指令 他必須大於等於3 但是小於等於4 對吧 小於等於3 大於等於3小於等於4 這樣我們是不是就要用條件的 集合 條件的就是組合 我們要怎麼組合條件 要嘛就是交集跟連集而已嘛 對不對 交集我們使用and這個符號 這個符號是 請你看到shift7 7的上面那個東西 這是交集的意思 這個符號是連集的意思 這個符號怎麼打出來呢 請你看到enter上面的那個 enter上面那個鍵 它應該是一個左上到右下斜線 然後跟一個這個 上面那個 所以shift shift那個鍵就是 連集的意思 所以說如果我 x小於等於4 並且 x 大於2 大於等於2 它是不是回答我 forceforce true true force 這就是我剛剛說的那個條件 對吧 那我可不可以用或 x大於4 或是 x小於等於2 true true force true true force true 好注意喔 還有一個方法 如果我需要 這樣的條件的反向 除了我可以自己打以外 我還有什麼方法可以打 打出來呢 我剛剛就是 把這個翻譯成 x大於4 把這個翻譯成 x小於等於2 然後並且給上或 這樣就可以出現 完全相反的條件嘛 對不對 還有沒有什麼方法 可以把反向的東西列出來呢 我們可以把他括號起來 並且給上驚嘆號 驚嘆號就是 把true跟force完全反過來 這樣可以嗎 好我們用這個東西來做索引 x 125 可以嗎 對不對 來我們驚嘆號 拿掉 34 這樣可以接受嗎 好OK 那 接著啊 我們還可以學習一件事 就是用if 來 這個if跟else 然後來描述一下 滿足什麼條件要做什麼 滿足什麼條件要做什麼 好來 他的格式長這樣子 if 小括號 然後大括號 小括號裡面擺條件 主要說他的條件是什麼 if z大於b z有沒有大於b 有嘛對不對 對不對 那他就執行這件事情 x就等於2 else 大括號 x就等於5 注意喔 if 小括號 小括號裡面放條件 接著放大括號 大括號裡面放要執行什麼事情 在else 再大括號 代表其他我要執行什麼事情 這樣可以接受嗎 好 接著 這個 if 力大於b 好 x乘於y 所以他 x要嘛等於2 要嘛等於5 y要嘛等於3 要嘛等於4 我們這樣執行完之後 他告訴我是8 代表是不是24 z大於b 但是力不大於b 對吧 來 有沒有人手上是用mac的 沒有 沒有 這一次也完全沒有人用mac 太神奇了 如果你用mac 你會發現完全相反的結果 好 為什麼用mac 答案會不一樣呢 原因是因為 我們剛剛不是說 一個文字 他背後 就代表著 64個bit 64個0跟1 去描述對吧 那至於哪一個 哪一個文字 他對應到哪一個數值 這是不是有一個編碼表 我們可以想像應該會有個編碼表 對不對 只是我們現在看不到 但是有編碼表 這個編碼表 在mac 跟在window 是完全不一樣的編碼表 好 這個編碼表非常多種喔 這個編碼表 他英文名字叫encoding 這個encoding 如果你在網頁上面用的encoding 大部分是一個叫utf8的 他就萬國碼 那mac呢 mac是用utf8 沒有錯 但是window呢 window這個就變化很多了 你在台灣買的電腦 他用的是big5 那如果你在 可能 假如說你覺得這個 大陸的這個 大陸的這個 就是電腦比較便宜 你在大陸買的電腦 那你這個 出來這個編碼 欸我不知道他叫什麼名字啊 但是就是 另外一個編碼系統 這樣知道嗎 所以說 這個編碼 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喔 我們之後 我們在電腦上面看到的東西 其實是我們的電腦 把那個 64個bit 用他的對照表 present出來的這個結果 這樣知道嗎 所以有時候我們要去指定說 當下的對照表是什麼 我們要用哪一個對照表 這個第二課會學到 好 那如果我們想要把 某一個 我們可以 可以利用 所以 和條件判斷式 來強迫某些東西 做一些就是 取代之類的事情 舉例來說 x等於12345 好 這樣等於-1 那這樣是不是 就是把 x 小1等於4 跟大1等於2 把它挑出來 對吧 那我們再看一下x 中間這兩個 符合條件的 是不是被我改成了-1 所以 索引跟條件判斷 可以聯合起來 幫助我做一些 就是取代啊 之類的事情 這樣知道嗎 ok 好 那我現在 要做一個 就是我現在開始的這個 索引加條件判斷 這個 我們現在把它寫在黑板上 索引 條件判斷 條件判斷的做法是if 小括號 大括號 這個大括號中間可以有Enter啦 就是通常我會習慣小括號 大括號Enter 然後這邊寫 要執行的指令 else 大括號 這裡寫要執行的指令 這樣知道嗎 欸這個是我們條件判斷式喔 那條件判斷式裡面 這個小括號裡面 只能放 true 或false 所以條件 一false 它其實是一個函數對吧 這是一個函數嗎 小括號 你看到小括號的函數啊 但它input 只能夠是 true跟false 而且只能夠是一個直喔 不能多個直 好那我們現在來看看 我們 現在 要做回圈啦 那我們剛剛 這個 是不是有學習 剛剛那個就是把什麼 第三個數等於千兩數相加 第四個數等於千兩數相乘等等 好我們現在來先學習一個 簡單一點的東西 叫沛波納奇數列 沛波納奇數列啊 就是 我指定起始數列為1 從之後的每個數 都等於千兩數相加 那我現在要問大家 第20項沛波納奇數列是多少 這個 有人知道嗎 沒有人知道 因為要一個算嘛 對不對 好那我們來看看 要怎麼一個一個 就是 要怎麼用回圈 把沛波納奇數列 第20個數字 把它算出來 如果你沒有回圈這項技術 你剛剛是不是要打 至少要打18行指令吧 前兩個數已經確定了 18行指令 就算 複製貼上再怎麼快 你只需要改 i那個數字 那也是改得非常累嘛 對不對 那我們來看一下 要怎麼 用 阿圓把回圈寫出來 好 x等於c11 代表什麼意思 代表是x 他現在是長度為2 分別是1跟1兩個元素 這樣可以吧 好 indexes等於3到20 這個函數 這個冒號是什麼東西 看不懂對不對 所以我們現在來看一下 indexes是什麼 不管就是3到20 間隔為1 3到20這樣可以吧 好接著來看一下我們又學到一個東西叫4回圈 4回圈 4回圈它的形式是長這樣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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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可以嗎 那這裡勒 這一個格式是 這一個格式是 我現在換一個顏色筆來寫 好了 這邊有個變數 這邊有個i i 這個可以換阿 你要換x阿 換成什麼 a阿 換成c阿也可以 隨便你 這個是隨便你來 然後 in 後面 後面必須放一個 這是一個向量 就是一個變數層的東西 這個向量 就是告訴我i 它第一次的時候 等於向量裡面的第一個元素 第二次的時候等於向量裡的第二個元素 按照我現在電腦裡面 你看到樣子 這樣的指令 告訴我們什麼事情 我現在 i在第一次執行的時候 它等於indexes裡面的第一個元素 第一個元素是多少 3 那接下來它執行第二次的時候 是不是就等於4 第三次的時候等於5 以此類推 到最後一次是第18 然後第20 那i等於3的時候 我執行的語法是什麼 第三個x 等於 第2個x 加上第1個x 看得懂嗎 好 我現在 按一下run 好 費波拉奇數列的第20項 是6765 這樣的語法 如果你還是沒有辦法理解的話 我們可以拆成這個樣子 它其實就是i等於3 它其實這一行的意思就是 i等於3 先做 接下來 i等於4 再做 接下來 i等於5 再做 i等於6 依此類推 到i等於20 那i從3到20 我用什麼去指揮它呢 我用 indexes去指揮它 這樣可以吧 再看次 好 最後 總共就20項 這樣可以嗎 好 所以啊 這個 回圈啊 它其實就是這樣寫的 我們為什麼要把有 程式裡面 有規律的部分把它抽出來 有規律變化部分把它抽出來 因為我們要回圈 這樣子 你學習 學會了回圈 這個 你就相當於會寫程式 為什麼 因為大量重複的工作 你可以用電腦來取代 這樣都懂我的意思嗎 好 然後回圈啊 我們還可以用一些比較 進階的這個 這個 做法 不過這個 這個是 支線喔 我們今天的主線 並沒有它喔 這只是告訴我們說 來我們來看一下 怎麼解讀這個 student 是一個文字對吧 文字向量 分別是 分別是小華小明小王 scores分別是18070 所以我要做 合併列印要怎麼做呢 來 或 1到3 1到3 是不是 i一開始等於1 接下來第二行的時候等於2 接下來等於3 第一行的時候 執行這個語法 這個語法是什麼 cat這個函數 我沒看過 cat這個函數啊 是把 這些字把它 打出來 把這些字打出來 所以 cat這個函數 第一個student 是小華的考試痕跡 為 100分 這個符號 是enter的意思 這符號是enter的意思 好 我們現在全部按下run 小華考試痕跡為100分 小明考試成績為80分 小黃考試成績為70分 如果你不給他enter 他就會黏在一起 這樣可以嗎 所以你需要enter 好 所以 這個 大概就是一些簡單的這個 應用 好不好 好 我們現在來這個 要做一個練習題 這個練習題真的就是比較難 後面有答案 不過 盡可能 這個題目我設計的蠻久的 我是蠻不希望大家看答案的 因為這題真的是很好的學習機會 好不好 那我們給大家這個 15分鐘的時間 先學一題 我們到這個3點10分的時候 我們在檢討 好不好 3點10分的時候在檢討 那 現在你要做的事情非常簡單 用回圈寫出練習衣的題目 用回圈寫出練習衣的題目 所以你的關鍵就是什麼 第一個 你要會用回圈 回圈在那裡對吧 4回圈在這裡 第二個 你要會用if else 判斷幾偶數 因為幾數跟偶數用語法是不一樣的嘛 對不對 乘號跟加號不一樣 所以 你必須 先把層次碼 平好之後 接著學習如何判斷幾偶數 好不好 好 那當然如果你真的不行 也可以看後面的答案 好這個提示就是 我們啊 這個回圈 我們的基本結構 我們要先寫好嘛 對不對 x等於 叫做13 好 接著 這個 我們是不是要先 指定這個indexes 等於 然後我們要10項的話 是不是要3到10 這樣可以接受嗎 然後接著我們要寫4回圈嘛 4 然後我們4回圈的基本結構是什麼 是不是小括號之後大括號 然後 enter 在這裡我要寫下 我要打程式碼 對不對 可以嗎接受嗎 好接著 這個小括號裡面我要怎麼講 就是我的那個 會變的那個數字要從哪裡 多少變到多少嗎 i in indexes 可以接受嗎 好接著 我要做什麼呢 x i 等於 x i -1 加上 x i -2 對吧 可以接受嗎 但是他有時候是這樣 有時候是這樣 對吧有時候是加有時候是乘 可以接受 可以了解我的意思嗎對不對 那他什麼時候是加什麼時候是乘呢 是不是我需要一個if 小括號大括號 大括號 大括號不是中括號 大括號 else 小括號大括號這樣可以嗎 然後他有時候要用加 有時候要用乘 對嗎 所以這是基本結構嘛 接著這個裡面要判斷什麼 i 等於等於奇數 好所以你必須寫成這樣的一個結構 你如果 不能寫到這樣子 那原因就是你對語法還不夠熟悉 那你需要一些練習 那你現在知道就要寫成這個結構 你有沒有要拍照呢 好那 如果你 現在已經到這一步 你還過不了的話 那最大可能就是你不知道 要怎麼判斷 i是否的奇數 那這個要想一下 好不好 那我們繼續 我們來看看 就是 當你已經有這樣的格式之後 你要怎麼做 好 第一個 做法 就是 我要把 這個 奇數判斷出來的方式 是使用 s integer 這個函數 s integer 這個函數有什麼特性 當他遇到 不是整數的時候 他會強迫把 小數的部分 45 直接去掉 對吧 那如果他是整數的話 是不是就不會被去掉了 對吧 可以接受嗎 我們就要利用這個特性 這個特性啊 那我怎麼利用這個特性呢 來 s integer i除以2 i等於3的時候 i等於3的時候 我問他 3除以2等不等於 3除以2 s integer之後 有沒有等於本來的 i除以2 當然就是false 對吧 可以接受嗎 那如果 i等於4的時候呢 這是不是就true 所以i等於5 i等於5 是不是以此類推 這個指令 這一串指令 是不是就可以用來 去檢測 我當下 是不是是基數還是偶數 這樣可以了解嗎 我跟大家講一下 就是 我為什麼會覺得就是 這個 我大家學寫程式的時候 不要說 我現在 學到要判斷基偶數 我已經學會了 就是 這個樣子就是判斷基偶數 不要這樣學喔 我怎麼去想到這個答案 我想到這個答案 是說 我現在手上 就只有這些東西 大家以後 學寫程式就是 阿你已經會了 列出來嘛 你已經會了 就是這些東西 對吧 加上四折運轉 那這些東西 有沒有可能拼出 我要的東西 我可以跟大家 負責任講一件事啦 就是 前4課 我們做的事情 會非常非常多 那 交的函數 不會超過20個 你看今天根本沒有教幾個嘛 對不對 這樣算123 4 5 6 7 8 總共8個嘛 對不對 我們不會超過20個 但是阿 你會發現什麼事都可以做了 所以說阿 這個 幾乎沒有什麼東西是 基本函數做不出來的 我至少我寫程式 應該至少有個十年了吧 從來沒有遇過 這樣知道吧 那就算有什麼 比較進階的函數 那頂多是你沒有想到 因為你要這樣想 如果有那個函數存在的話 那也是 別人幫你組合起來阿 這樣懂我意思嗎 所以一定都做得出來 這樣知道嗎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 as integer 這個 這個函數可以給我們利用 就是 他可以利用 他的特性就是有一個特性 就是可以把這個小數點以後的部分 捨去嘛 對不對 我們利用這個特性 所以我們可以判斷基偶數 還有沒有其他方式可以判斷基偶數 還有一種方式可以判斷基偶數阿 我們甚至連函數都不需要用 我先問大家 我先問大家一個離題的一個問題 這個開根號 除了用SQRT之外 還有什麼方法 可以做到 有人要回答嗎 平方 0.54 0.54 0.54這開根號對不對 來我們來看一下 4的 0.54 這開根號對不對 9的0.54 0.54 開根號對不對 所以其實 其實什麼東西都可以換成四則運算 好不好 當然不只四則運算阿 我意思是說什麼東西都可以換成運算 來有沒有什麼東西阿 是判斷基偶可以利用這個運算的方式 來 負1的 N次方 這負1的基數次方是多少 負1嘛 負1的偶數次方是多少 1嘛 這樣可以知道 所以負1的I等於1的時候 I等於3 負1的 I次方 它是不是等於負1 負1 它如果是處的話就是基數嘛 阿I等於4 所以這一串一樣也是可以拿來判斷基偶的對吧 可以接受嗎 這一串一樣可以拿來放在這裡 所以你看到我的下一個答案 在這裡 在這裡就是我把負1的I次方 等於等於負1把放進來 最後這一個解法 是我沒有教到的 但是我這邊還是先提給大家 %%是指魚數的部分 來 I%%2 我們來用%%這個函數來 8%%5 這樣答案應該是3嘛 魚3 這樣可以接受嗎 好 我們 1 2 3 %%7 魚4 這樣可以嗎 阿你可以試試看它是不是真的魚4阿 好不好 7 7 6 這樣就是一定魚6 對不對 這樣可以接受嗎 好 那 既然如此你也可以利用 這個%%2 然後看它是不是等於1 它如果等於1就代表魚1嘛 代表沒有辦法被2整除魚1 那所以說%%這個解法是可以 但是這個解法沒教過 所以理論上你們不應該會 對不對 但是前面兩個你應該會阿對不對 好還有一種解法 而且就是這一次上課我比較遺憾的是 我沒有看到有人往這個方向解阿 來最後一種解法是 我可不可以把它改成二巡 就是我把它改成一個迴圈 不要只執行一行程式 而執行兩行程式 如果我把式子寫成這樣子 來看著喔 y等於1 1 然後接著i等於1的時候是 就是第三個數 第二加一個數第三個數 等於第一個數加上第二個數 對吧 第四個數 等於第二個數乘上第三個數 那這樣子是不是就是一個 自己的循環結構了 那i等於2的時候呢 第三個數 這是第五個數 等於第三個數加上第四個數 第六個數等於第四個數 乘上第五個數 這樣是不是循環結構 完全不用改喔 沒有if else在裡面喔 所以這樣子我是不是 寫成迴圈形式 我可以很簡單寫成這個格式 這樣懂我意思嗎 我可以透過i把東西抽出來嗎 可以這樣 可以加1 當然也可以2乘與i 2乘與i加1 2乘與i加2 透過這種方式操作 這樣可以接受嗎 所以說 這個 大家現在就知道一件事情啊 這個 呃我們現在要寫出剛剛那個 我們叫他這個數列啊 這個有非常多種方式可以做出來 並且啊 這個 你一定要有一個自信 就是 所有我們出的題目 包括未來你面對的問題 都是可以用已知函數來做解決的 好不好 好這樣可以嗎 當然在作業 在練習題啊 作業我們都設計的非常好 一定就是解的出來 一定就是用已知的解的出來 那我們在上課的過程 18週這樣上課的過程 就是在培養你這個自信 我們透過不斷的練習題 讓你告訴你說 唉 其實真的 手上有的東西 真的就可以解決所有事情 那你未來的 遇到這樣的問題的時候 你就不會怕 你知道一定是可以做的出來 只是不知道怎麼做 對不對 要想一下 好 我們來上 這一節課的最後一個部分 這個最後一個部分 是自信函數 自信函數的部分 就比較簡單啊 就是 我們現在 把這麼多語法 我們怎麼樣組合出一個新的函數 讓我們以後方便使用呢 唯有我們 自己會創造自信函數 我們才能夠理解說 唉那之前SQRT 他怎麼做到的 SQRT是不是開根號 是不是就0.54 他其實就會把0.54 包進這個函數裡面 對不對 好 我們來看一下 怎麼樣把東西抽出來呢 原始的格式是長這樣子 我們看一下 1.1 這樣是不是 我可以得到 菲波拉奇數列20項 好 那我 我這個1 如果我起始值想要改 我是不是可以把1.1 偷出來 A等於1 B等於1 好 是不是這個樣子 這樣子 執行完是不是打也是一樣 那我是不是這個20 我也可以抽出來 我把它改LEN L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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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於20 這樣是不是做出來也是一模一樣 然後這邊改10的話 他就只有10項 這樣可以接受嘛 好 那我可不可以把下面這邊打包 然後把這三個當作函數的input 答案是可以的 來我們看一下 他的格式長成這個樣子 呃好我現在 我現在用這樣 我現在用這樣寫好了 菲波娜奇 我們現在已經把它整理成這個格式以後 我就可以寫說 菲波娜奇等於 Function 小括號大括號 大括號裡面 把這一串貼上來 然後接著他input哪些參數 A 豆點 B 豆點LEN 所以 菲波娜奇的第一個 我們要輸入的就是 1 1 10 他出來就是 長度為10的菲波娜奇速列 1 1 15 長度為15的菲波娜奇速列 1 2 15 起始值為1跟2 長度為15的菲波娜奇速列 這樣可以接受嗎 好 如果你可以接受的話 我們再來 搞一些進階的花樣 來 如果我們在寫函數的時候 我們現在指定有三個變數 如果我不輸入15 他是不是就會告訴我error 沒有預設值對不對 如果我們在寫函數的時候 我們把lens這裡 等於10 這樣子的話 我再做一次菲波娜奇12 他是不是就只輸出10項 我還是可以改喔 我改20 他還是會給我20項 這樣可以喔 所以如果你希望你的input 有default value 你可以透過這種方式去寫 這樣你的函數就default value 這樣可以 好 那這樣子的話 我們當然就可以獲得任意起始值的菲波娜奇速列 這個是把它抽出來的好不好 好 但是如果你的這個 長度為2 就會出現錯誤嘛 對不對 為什麼 因為他必須從3開始 他不能夠 他不能夠變2 對不對 所以說我們要怎麼避免這個錯誤呢 if你輸入的 你可以在函數裡面警告他 if這個東西 他小於3 我就 叫這句話 len 必須大於等於3 else才執行 如果你把這串執行起來之後 我們再做一次這個 1 1 3 他是會執行的嘛 對不對 30他也會執行 2呢 他不會執行了 這樣可以嗎 -3呢 也不可以 這樣可以接受吧 好 那我們 很快的練習好不好 給大家這個3分鐘的時間 剛剛 你可以直接貼這個 你可以直接貼這個語法 貼過來 貼到這裡來 好 把它打包成彈數好不好 這個應該 3到5分鐘就可以了 這樣可以嗎 好